神戶是關西的一個超過150萬人的海港都市 1868年成為日本最早開放對外通商的一個城市 有著百年的陽世建築還有摩登現代化建築 離市區一個小時以內也有自然美景跟千年溫泉 若有點時間搭車40分鐘還可以拜訪世界遺產紀錄城 就讓我們來一場精彩的神戶紀錄三天養葉遊吧 首先來看第一天的行程 1400年的歷史日本三大古堂之一的油馬溫泉 交通超方便的自然美景區六甲山 晚上再也拍頂級神戶牛排 正是身心靈都被療癒到的一天 我們一早出發前往六甲藍所幸的六甲藍車下站 搭乘1932年就開始運行的藍車 大概10分鐘的車程就可以直接海拔上升500公尺 一路上的景色非常好 到達六甲山上站後在觀影台看個神物市景等巴士的到來 巴士可以帶你去幾個山上的景點 大家可以自己參考網站找自己想去的地方 巴士選擇六甲空中庭園 這裡是一個很棒的IG打卡景點 歐風建築配上另外一個角度的神戶市景 有點下雪的時候景色更漂亮 有機會也很想往上來看看夜景 從庭園走路幾分鐘我們來到六甲山頂站 可以直接通到油馬溫泉 這個12分鐘的空中藍車行程 是鮑勃在日本體驗的最棒的空中藍車行程 之前在冬天也有搭過這個藍車 和薄薄白雪糖霜 撒在樹上真的很浪漫 現在時間大概中午 我們來到油馬溫泉 在日本古老文獻《日本書記》中提到 西元631年 書名天皇曾經到此拜訪三個月 到了距近一千多年前的奈良時代 僧人心機在此建立了溫泉寺跟菩提寺 然後連昌時代有了溫泉旅館的雛行 過了將近一千年的今天 這裡一直是知名的溫泉鄉 有馬溫泉除了入住溫泉旅館 也可以泡個當地知名的金汁湯 或是在雞汁湯外面使用免費的足湯也不錯 金汁湯附近就是非常有活力的溫泉街湯本版 可以在這裡散散步買土產 鮑勃推薦兩個餐廳 竹中肉店創業於大政初期 販賣高級的國產黑毛和牛跟神戶牛 一定要吃吃看用神戶牛製作的炸肉餅 體驗一下高級版的庶民美食 鮑勃也點了一瓶當地名產有馬西打 好喝 Café Dubois與1986年創業 跟鮑勃年紀一樣大 店內裝潢走法式融合日式風格 在這個一千年的日本傳統溫泉街上很顯眼 店裡面的座位非常的舒服 很適合在溫泉街走累的休息一下 除了溫泉街以外 大家還可以散步到西元724年建立的溫泉禪寺 看看有馬溫泉的歷史 喜歡大自然的話也可以到古之瀑布公園 吸收一下芬多金看看瀑布美景 離開有馬溫泉現在時間大概下午4點左右 我們搭乘電車大概30分鐘回到了市中心的山宮站 在吃晚餐之前大家可以在這附近繞繞 我們可以散步到旁邊的生田神社 這裡可以說是神戶最知名的神社 特色是求安產以及戀愛運 這個神社歷經水災、空襲以及地震的摧殘 但也是努力地被復興 隨後被稱為有みがえりの蝦 就是復活神社的概念 大家白天應該吃了很多小東西 但都沒有好好的機會吃正餐吧 我們晚餐就來吃最頂級的牛肉 神戶牛排 我們吃了這家店是曾經 德國米其林一新的神戶牛Steaky 鐵板燒、雪月花、ハナレ 有一百多年歷史的神戶牛是神戶人的驕傲 紅肉味道的細膩 跟脂肪的味道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包包文典的Course大概兩萬塊左右 用鐵板燒的方式一道一道上給您 真是視覺、聽覺、味覺的饗宴 吃完晚餐之後 我們可以散步去舊居留地這一帶 晚上的時候人不會很多 可以看看美麗的建築拍張照 結束今天的行程 世界遺產紀錄城 被稱為日本第一名城 是日本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神戶的舊居留地以及美麗間公園 有著濃厚的歐美風情 隨著海風散步 享受這個悠閒的海港城市 我們早上9點先從紀錄城開始一天的行程吧 紀錄城的歷史可以追溯至西元1333年 日本南北朝的武將赤松澤村 在積山建立起堡壘 在後來的將近三百年的時間 由宇柴秀吉、池田徽政、本多中正 逐漸擴充紀錄城 於1617年有了現在的樣貌 紀錄城最具代表性的建築 就是紀錄城的天守 外觀最醒目的大天守 為慶長14年、1609年、耗時8年建造完成 總共有5層6階 高31公尺 包含東、西、淺、小天守 以及イロハニ、ワタリ、ヤクラ 整體連接起來稱為聯力師天守 也是現存最大的城郭建築 然後因為外形像是白鹿展翅 所以吉錄城的綽號又稱為白鹿城 因為天守閣是木造的 進到大天守內部就可以享受建築工藝 大家可以一層一層的往上爬 記得不要錯過西大柱跟東大柱 這兩根高24公尺的大柱子 就撐起天守閣 防止搖晃的新柱 一路到達第六層 也是天守的最上層 大家可以在這裡吹吹風 享受一下當上城主的幽災 但是當上城主真的幽災嗎? 這就有個歷史迷幫鮑勃解答囉 離開天守閣 我們在城中晃晃後 來到另外一個區域 叫做西之丸 這個區域的百尖廊下 長300公尺 是江戶幕府二代將軍 得穿袖中長女 牽涕了侍女的起居場所 牽涕本人每天早上都會在這裡搖擺附近的南山 離開紀錄城時間接應中午 我們搭乘JR神戶線的新快速 35分鐘左右就可以回到神戶了 中午我們來吃陽石百民店 歐風料理萌 這家店開業於西元1936年 店裡也一樣十分的復古 餐點特色就是他們的炸豬排定食 烤得金黃酥脆 但面衣不油膩 肉很多汁但不會肥厚 配上新爽的溫野菜 讓整餐吃起來頗有太大的負擔 吃完中餐 現在時間大概下午一點半 我們下午的行程 將會著重在神戶開港的部分 首先來到神戶舊居流地 是神戶於西元1868年 開港通商之後 外國人所居住的區域 這個區域除了百貨公司 甚至於精品店林立以外 也有很多歷史建築可以拜訪 沒有去過歐洲也沒關係 在這裡拍一張充滿歐洲感的照片吧 與神戶舊居流地 只有一條路之隔的美利堅公園 是一個都市型公園 領海且非常的廣闊 有很多裝置藝術可以欣賞 美利堅公園位於神戶港 是神戶最具代表性的景點之一 星巴克就位於白天 或夜晚都很美的公園內 由於公園很空曠 讓這家星巴克容易被找到 店舖建築外觀很有特色 像是一個藝術品一樣 跟充滿藝術氣息的 每一間公園十分的搭配 光是外觀的美感 就可以讓大家照相照個夠了吧 到了晚上這家店的打工也照亮了公園 帶給旅客充滿浪漫以及溫馨感 咖啡店總共有兩層樓 一樓是點餐的吧台跟座位區 吧台就在店內的正中間 跟一般星巴克靠著牆壁的點餐區有點不一樣 木頭使用當地產的木材 然後水泥地板使用回收的咖啡杯跟咖啡豆所製作 注重永續經營跟環保的概念 室外有一些座位 天氣好的時候在外面喝杯咖啡也不賴 走到二樓 鮑勃最喜歡的是室內面對神護港的座位 可以邊喝咖啡邊看港口的海景 真的是太享受了 二樓室外的另一區可以直接看到神護塔的美景 晚上的打燈真的很浪漫 有曖昧對象的各位 可以趁人少一點的時候跟對方告白 喝完咖啡可以直接在美麗間公園散步走走 讓大家充分體會這個港口城市的魅力 白天的朝氣跟晚上的浪漫都很棒 公園內的神護塔也是神護重要的地標 於1963年落成使用 高108公尺 除了鐵塔本身夜晚很美 使用7000多顆LED點綴以外 展望台可以360度的看神護海景以及城市的景色 現在時間接近晚上 我們往神護領海樂園的方向走 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繞到經過園丁或是中華街走走 如果沒有時間的話也可以沿海方向走個大概15分鐘的到了 這裡是美食購物天堂 大家可以在這裡找一家喜歡的餐廳吃晚餐 如果剛剛的行程還不夠浪漫 我們追一下最後一個行程幫各位的感情加溫 馬賽克大摩天輪的10分鐘行程 可以看到神護港的美景 雖然不是日本最大的摩天輪 但浪漫程度絕對數一數二 打推 明天就是行程的最後一天囉 搭乘纜車觀賞神護的景色 近距離觀看日本瀑布白選之一的布影瀑布 參觀洋房 或在裡面吃個中餐 或是喝咖啡 今天就來當個19世紀的歐洲中產階級吧 我們大概9點左右來到新神護車站 第一站先去看瀑布 一般來說日本瀑布距離四處都不是很方便 但布影瀑布不一樣 離車站走路15分鐘即可到達 這個瀑布非常壯觀 高達43公尺 是深田川的中流而流出的瀑布 參觀完瀑布大概10點 我們回到新神護車站 走到旁邊的香草原山路站 搭乘纜車前往我們今天的第二個景點 布影香草原 攬車的風景非常的漂亮 在這短短10分鐘之內 我們可以看到山景 神護士的風景 以及剛剛拜訪的布影瀑布 到達香草原山頂站 簡單來說這也是日本最大的香草原 有約200種 購計75000顆花卉及香草 喜歡花的人絕對會喜歡這個地方 我們現在以德國古城瓦爾特堡為主題的 迎賓花園觀景台 看一下風景之後 接著一路往下玩 一路可以經過各種不同主題的花園 接下來我們來到鮑布最喜歡的地方 玻璃屋跟咖啡店這一區 玻璃屋種植各種不同的香料和水果等熱帶性植物 有種熱帶森林的感覺 The Veranda咖啡店位於標高400公尺之處 融合傳統神戶洋房形象 以及現代感的咖啡廳 作為非常的漂亮 同時也是個很棒的觀景餐廳 在這裡可以點一些輕食跟甜點當中餐 香草茶也非常好喝 吃完中餐大概是下午1點左右 我們繼續往下逛 一路走馬看花 我們來到風之秋中間站 我們可以從這裡搭乘纜車回到新城戶站 現在時間大概是1點半 下午我們就花一點時間來逛北野藝人館這一區吧 藝人館是指幕府末年到明治時代外國人所居住的住宅 藝人就是藝國之人 主要是以歐美人為主 大家可以在北野藝人館這一帶挑選有興趣的建築進去參觀 外觀有著厚重煉網的封建基館是北野藝人館代表的建築 因為NHK的電視劇封建基而名稱大造 建立於1904年 於1978年被日本列為重要文化財 蒙皇之館曾經是美國領事亨特夏普的住宅 建立於1903年 在1980年被列為日本重要文化財 我們可以留在北野藝人館之帶吃個晚餐 結束今天的行程 神戶北野藝人館星巴克是很多人在金板神旅遊的必訪景點之一 前世北野物語館 是西元1907年所完工的兩層樓的木造住宅 當初是居住在當地的美國而所擁有的 被指定為登陸有型文化財 可惜於1995年的板神大地震中損毀 在2001年重建完成 2009年由星巴克乘租後運營 咖啡店內裝利用當初的休息室、餐廳、客房的格局擺放家具 並沒有把牆壁拆掉 裝成一半星巴克的開放式空間 時間允許的話大家可以從一樓到二樓的每間房間都坐一下 體驗一下一百多年前屋主是怎麼度過洋館中的悠閒時光 Café Flow in the Lib 開在1929年所建的救神戶聯合教會內 也是有型文化財 因為原本是教會 整間店的天花板非常挑高 位置間隔很大很寬敞 非常舒適 點一份份量滿點的三明治 邊吃邊欣賞咖啡店的建築設計吧 如果建議等吃膩咖啡店的東西 包括私心推薦一家很好吃的蛋蛋麵 是拉麵擺明店以及米其林指南所推薦的NEC 只不過從北野一人館坐車走路要20分鐘左右 所以大家斟酌一下時間前往 店裡還很貼心的教會怎麼吃 因為怕麵會糊掉 趕緊在20秒內拍完照片就開始攪拌吧 這家店的蛋蛋麵加了32種不同的香料 肉味噌、洋蔥等等的 加在一起真的風味十足 吃起來超爽 愛吃麵的人絕對會回饋無窮 以上就是這次神戶三天兩夜行程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鮑勃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